台中市第二选区的立委选举 由寻求连任的国民党立委候选人严宽恒 对上现任台中市议员陈世凯 以及无党籍的季国栋 下午四点钟一开票 各阵营的票数展开拉锯战 尽管今年绿营绅士看涨 但严宽恒靠着在地方经营多年的基层实力 以及两年来的立委服务 最后惊险击败了对手 成功蝉联国会宝座 鞭炮声响彻云霄支持者开心的喷洒香槟 迎接国民党籍立委严宽恒再度顺利连任 他也是台中市首位自行宣布 当选的立委候选人 难掩盛选喜悦 严宽恒也在父亲严亲彪等家人的陪同下 一一向选民表达感谢之意 现在听到他要算 大家都走两个月 所以大家要去打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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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大家来所有的亲戚好朋友 就是说一下 大家众我们要不要全局卡销整个人都会来 所以在这里 感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等到以来的收听 我想今天很欢迎 可以说到这次这么艰难的 三级人党的人党算 表示说 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付出 有受到与公亲的领导 大家说对吧 对吧 所以说这就是 1.1.5 1.1 这就是市区材材材 我们的公亲把我们困住 我们不是天马星空 我们就是一步一步 当然 三个结果 官方非常 这个可以说是非常感恩 颜寬恒 颜寬恒 颜寬恒表示 这次能够在监困的选战中脱颖而出 靠的还是一步一脚印的服务 获得地方乡亲的认同 而他也强调 未来服务团队也将扩大服务项目 针对青年就业和农民行销等 希望能从政策面上 帮助他们解决困境 未来我们 我们的服务团 要改变成 我们的工作室 我们会结合我们的网络团队 我们的网络团队 推我们的农民 在地産业 在地産业来服务 推我们的农友来行销 也会针对我们的 这些青少年就业问题 就会比我们一起来努力 所以我们的农友在此 再次给大家稍稍 而另一方面 民进党籍立委候选人陈世凯 挟着2014年市议员选举 大乌龙选区第一高票气势 第二度挑战地方派系势力 不过从开票开始 得票数就一直落后 最后出面承担败选责任 坦诚自己努力还不够 除了向每位支持者表达谢意外 也希望对手能够 好好的来为人民服务 选举没有能够成功 其实有很多的原因 选举过程 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在于 候选人本身自己努力不足 是我自己的问题 另外当然很多的乡亲也觉得说 这一次大家面对到 很大的组织跟派系的压力 确实影响也蛮大的 那当然选举的过程当中 后来很像有点失交 有一些比较谩骂的一些东西出现 那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选民心中的一些想法 但是我还是要在这边 自己承认努力不够 所以才造成这场选举没有成功 让我们的乡亲让我们的选民失望 尽管选战过程中竞争相当激烈 但随着开票结果出炉 候选人几家欢乐几家愁 顺利成功连任的立委严宽恒表示 当选之后就是责任的开始 未来也将继续在国会中为名喉舌建设地方 记者陈福瀚 杨宗桓 台中台湾报道